好 再来又看到 艺人NONO去年遭到多人指控性侵 演艺事业全部停摆 而他设犯的案件当中 有7件案子 已转到了士林地检署侦办 适应地检署侦洁 亲民被害者当中 除了一个人视证不足 其余6名的检察官都认定受害 在今天一七大罪状将NONO起诉 NONO 最近还好吗 受很多耶 整个人受了一圈 今年3月被媒体捕捉到 现身士林地检署 艺人NONO遭小红老师等人指控性侵 涉犯10件案子中 3件北检不起诉 7件已转士林地检署 17号士林地检署侦洁 任被告对其中6名被害人 涉犯强制性交 强制性交未遂 强制猥亵等罪嫌 依法提起公诉 检方指出NONO多次利用 艺人知名度和工作机会 认识被害人 从97年开始一直到102年间 借着工作邀约或是录影结束 顺路搭载 以及一起吃宵夜等理由 让被害人在住处 饭店甚至车上等地方 制造双方独处机会 进而下手得逞 7名被害人中 检方认定6人受害 依法对NONO起诉 另一人则因事证不足 不起诉处分 而被爆出心情丑闻后 NONO经纪人表示 目前NONO多半待在家里 演艺工作停摆 也没有其他收入 等于靠老板过活 深陷me too风波 如今遭检方起诉 必须还给被害人 一个公道 记者梁子月班马王家 台北财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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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